距离上海100公里左右的沪宁高速公路上有一个网红服务区 那就是阳城湖服务区 主建筑白墙代瓦和人字坡天际县古色古香 作为目前国内体量最大的高速公路服务区之一 总面积将近5万平米 有559个停车位 有苏州园林1万平方米 飞椅展示馆0.3万平方米 科技馆0.3万平方米 主楼内有一条宽8米长140米的景观河道 河道内经过净化的阳城湖湖水 潺潺流淌 河道上共有5座沟通街区的桥梁 除去中间的主通道外 包括两座现代化的玻璃桥和两座石桥 这两座石桥都来自江南乡间 有着近百年历史 是专人负责在当地拆解编号记录好 拿到服务区后按照图纸恢复原状 让游客能感受到古色古香的历史感 室内还有着梦幻般的蓝天白云天花板 古运风浓郁的商业街 完全就是室内版本的梦里水箱 诗画江南 充满诗情画意 游客就算不入苏州城 也能进兰姑苏井 大厅内还有一座戏台 每周五会有昆曲平坦等传统曲艺表演 穿过大厅来到室外 一座苏州园林呈现在游客眼前 亭台楼阁小桥流水 游客可以穿梭在这如诗如画的服务区 一边品尝美味 一边欣赏美景 妥妥的网红打卡圣地呢